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8号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石座分享和原始点 张医师那我们今天先放一段志工热能石座的分享 然后接着我们放一段新冠病毒急救的处理方法 放完这两段影片我们请张医师为我们讲解原始点 好那我们现在先放这个热能石座分享的影片 张医师好原始点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会叫我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介绍一下自己在疫情方面的一些感受 有不对的地方呢还请大家多多指证 疫情现在开放了以后呢 非常多的人都得了病 有的很重啊 也有的呢就是 就是犯了一下 很轻就过去了 我呢是这样的 我家人呢在疫情过后 就是说大概在四个星期前吧 也是得了新冠啊 先是检测核酸是阳性 后来抗原也是阳性 紧跟着就是发烧 高烧不退39度高烧不退 一个星期 也再下来呢就是咳嗽 一个星期 同时伴有腰疼 后背疼 同时呢 味觉没有 吃饱饭 吃饱饭 这个持续了大概现在将近 已经第四个星期了吧 已经好了很多了啊 那么这个期间呢 因为在一起生活 嗯在一起就一切在一起吧 啊那我也是学了原始点的人啊 我其实我也知道 嗯我们三年来呢就是 如果有了下来的情况 戴口罩啊隔离啊防疫啊啊 就是要隔离 我我其实我也是坚信这个原始点的方法 我不做任何隔离啊 但这个是这样啊 不要 大家不要都学我啊 因为我 我有一定的条件 那么呢就说 我没有做任何防 没有做任何防疫措施 没有戴口罩 呃 没有消毒啊 每天生活在一起 吃饭也在一起 那么呢 有人说 你 你也要得病啊 那么 我快一个月了 我没有任何症状啊 啊 那么我从这方面呢 就简单介绍我的情况 就是 我坚持原始点 自从学了原始点之后 坚持每天 吃姜 一开始 是喝姜水 到后来是吃姜粉 啊 我记得在 2019年 年底 在澳门讲座时候 我跟张医师住一起 那里头 吃姜粉的人 只有两个人 每天早晨 张医师端一碗姜粉 我端一碗姜粉 他的丑一些 我的细一些 我是一人 就一喝就喝下去了 张医师在那 一口口吃 他也是 我也看到了 张医师因为讲课嘛 很劳累 他在前面补充热能 我呢 从那以后 我就没有断过姜粉 啊 每天现在是 大概是 应该在 25克到30克的 秘乳姜 姜亮 每天吃 每天吃 所以说我在 我在去年 我也给张医师 发过一段视频 就是我吃姜的视频 啊 当时我有句口号 就是 我每天补充热量 每天补充热量 不给身体 留有任何 患病的机会 啊 因为我们知道 得了病 啊 得了病 病毒 是一种恶源 啊 但是得了病 你说我感染了 实际上根本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是在你自身 啊 自身的寒凉 才导致这个 才得病 你如果身体不寒凉 因缘不相聚 不可能产生果 啊 其实这是原来的 最基本的理论了 那我就坚信这个 所以我的一直说 我在疫情 没有严重之前 我也得吃 那在疫情之后 我也得坚信吃 那现在我也经过了 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不得病了 啊 我没有 我没任何感觉 没任何症状啊 啊 那么 我这每天 也有患者来 啊 我患者来 也有好多 也是得病的 感冒的 就是所谓感冒 发烧啊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当然都是 都是严重什么一来 都后期 就是还没好 再要调理一下 就找我来 啊 那我现在 因为现在有些 有些重用病人 需要救救治 有人在医院住着 那我也到医院去 他需要我去 我就去 因为他住了单身病房 我就可以用原型点 做按推啊 做温敷啊 给他做 是补充内热源呢 来救助他 这我也去 那他也是痒了 痒了 我也不带口罩了 我到医院去 我也不带口罩了 其实医院里 病人是最多 最可怕的地方 那么总而言之 通过这个现象呢 通过这种 我们的做法呢 就知道了 我们身体 确实有了热源之后 这个病毒 对我们身体 是没有险害的 没有险害的 那么我们 我们说原来 其实有句 很好的一句话 就是热源直达患处 我们虽然补充了 我们有人 补充了外热源 后背温敷 我们补充内热源 其实我理 我理解 如果我们每天吃姜 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身体 那个含量 造成我们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果 每天吃姜 补充我们内热源 这是效果是最好的 这也是 实际上也是 我们吃姜 这个热量 直接到体内 因为我们体内的含量 出了问题 所以这东西呢 也是这样做 我觉得是比较 效率比较高 效率比较高 不要担心吃姜辣 所以有人说 吃姜辣 辣 你是不习惯 我们有的人 就是已经吃了几年姜之后 一没有姜了 赶紧给我打威胁 说春节期间 哪都没有卖姜呢 你赶紧给我寄姜 没有姜 我喝不了水啊 这都是吃姜 以后习惯的造成住在 所以你一开始吃姜是辣 你吃吃它就不辣了 但你只能感觉温热 温热对你身体 是非常舒服的 那么这是 就是说 我们能证实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身体 有了一定的热源之后 就最好的主动防疫 你病毒来了 你起 起姜报我身上来 这最好的了 另外呢 通过这个疫情呢 我理解呢 也是 检验了我们 众多的原始点人的 平时在十年原始点 那么的做法 如果我们 学了很多 很多年原始点了 我们也会按推 也会解除一些症状 但是自己不给自己补充 补充内热源 或者不外热源 不补充 就不是不好 不把身体的寒凉解除了 那你应该有得病的 我们有很好的例子 你比如说 前几年的 沈阳原始点 有名的人 王爷 他也是心肯去世了 那些他也是身体寒凉造成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希望大家都应该 都应该有积极的 在生活实验中 每天自己给自己补充 补充很简单 你就每天吃的姜粉就够了嘛 对不对 每天喝的姜水就够了嘛 但是应该自觉的补充 到一定的限度 就是你自己的含粮 你不要把姜当作药 姜就是一种热源 我们吃多少 有人总问我 说吃多少 你自己的含粮多 就多吃些 含粮少就少吃些 自己的身体会告诉你 这个有什么反应 这个身体 吃了以后 这个身体会告诉你 你身体的感觉如何 这是你自己的试验标准 这也是我的体会 另外一个呢 患了病之后呢 有人非常重 有人非常轻 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也知道了 你得病重的人 确实有人 就是有人很轻 有人很重 那就会检验出了 你平时补热的效果如何 如果你平时 每天喝点淡浆水 或者不喝 或者偶尔喝一下 那你这个病可能就要重一些 如果你每天坚持喝 哪怕喝淡浆水 我坚持着天天喝 你病就可能很轻 轻就一两天 轻就一两天 重的呢 可能就是持续 像我家人一样 持续的将近四个星期 都不见好 那可能好一些了 但是呢 也是能控制住 剩好多所段 所以这个事情呢 希望大家 我们学了原生点之后 我们要在实验中 去应用它 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不要指望了 原生点能救我的命 实验原生点最好的 是我们怎么预防疾病 我们靠什么 靠热源 这是最好的 最好的实验方法 说呢 希望大家呢 这个 这个 就多多注意这方面 另外呢 就说 现在北京 在这也是 老年人 病重的人 特别多 也有老年人 不得病 你比如说 我这几天天天打电话问 你比如说 盐庆原始点的 唐宁的父亲 90岁了 他三年前就开始吃姜 每天 这老爷子 当然87岁 现在今年90岁 每天20克姜 当时 现在 每天 就是25克左右的 蜜蜂姜粉 姜粉 姜粉丸 每天吃 每天吃 不得病啊 他也不得病啊 像这个 在我们球里边 有很多人 这个有80岁的 有70多岁的 他只要坚持补着 他都能自个感觉 身体好 他就得不了病 总跟我的微信就说 哎呀 我得吃了一枪 每天吃枪 我这次疫情就躲过去了 那确实是这样 那么也有人 你比如在新疆 乌鲁木齐的 有个微信叫 心童的 原始点的爱好者 他就说 通过每天 去照我家里的病人 都得病了 都得病 我就对照顾家人 那么多人的家人 但我就是不得病 我每天吃姜啊 你像东北的 长眉山的 也会叫悦儿的 约实点人 他也是不得病 像这种不得病人 在我们 在我们群里头 比比皆是 非常多 那么也有很多人得病 其实我们原始点 全国原始点人 得病很多 那所以大家希望 其实这个 原始 这次疫情 是检验我们 所有原始点人 平时补弱 够不够 你得了病 不管你是谁 你的资历 不管你多老 你多深 那么就是说 你得了病之后 你肯定是身体出了问题 你才得病 不要怨病毒 病毒是杀不光的 病毒是杀不光的 你先不再看看 这个期呢 我们整个冬季 春季 大家还有提高奖金 不要学我 不要学我 就是说 有了病人之后 不戴口罩 我是有出入条件 我都吃了十年浆了 我有冲突的热源 所以我才不得病 这个说明了 原始点的热源理论 的正确性 又靠我们大家 去每天去实践 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教 刚开始其实情况不会严重 一般得到的时候 因为体力还有 可能有一些疲惫 然后甚至鼻子会失去嗅洁 那嘴巴也会有一点异味 那甚至会流鼻水 会头痛 这个都还在头部 或是咽痛 喉咙痛这些 但如果再进一步 进到肺部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情况更严重 比如刚开始可能胸闷 胸痛 那进一步的时候 就呼吸困难 那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 在西医是从果解症 因为他不知道阴在哪里 那氧气罩跟呼吸机 那个都是暂时性 从果暂时缓解你的症状 但对你的疾病之因 帮助不大 如果与原始点应该怎么救 那我认为西医之所以 这一次医疗会死那么多人 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 呼吸机跟氧气品 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个是缓解症状 真正从因治病 也就是一劳永逸 那一定要从体相跟热能不足下手 一般会失去生命到命运 一定跟呼吸有关 呼吸困难急促 这些现象已经出现 所以急救最重要的是 先按推向背部 我们遇到的一般 不会是出疹的患者 一般都已经蛮严重 我说你自己如果说感染 你又懂原始点 你自己喷一喷 比如说喷鼻子或是喷喉咙 那不管发烧咽喉痛或头痛 这样都会有效 但如果我刚刚讲的 已经到了呼吸困难 急促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命违的时候 一定要先从上背部解决 那上背部最重要的就是 要按推上背部的脊椎两侧 你按完的时候 它呼吸就会顺畅 而且是立刻比氧气造 这些还要快 又是根本性的治疗 那为什么它会喘 就是体伤嘛 体伤就在上背部 那我们是直接从阴下手 一解开了 它就没有呼吸困难的问题 按推完之后 进一步再用眼红外线造射 或电热器造射 一边造射 皮肤热的时候涂姜本 那大面积图 我们看有没有这样的影片 来补充一下 记得还是要手腕的力量 你们看我手腕一定在动 那这样就表示比较轻巧 然后也可以揉到深层 然后我这样你能接受吧 勉强喔 你在忍耐我 我知道了 那我就改个手法 还是要与患者能接受的 患者人很虚的 记得一定要有耐心 刚开始一定是浅沉 这样跟它把它揉开之后 然后它慢慢这里松了 有时候你就可以用力 它就能承受 那刚开始不要下重力 这个影片也示范给大家看 是大面积 不要只有涂脊椎两侧 是整个上背部都要涂 这个影片很好 它也有拍电热器 或是眼红外线照射 那整个背部就会发热 那保鲜膜如果患者容易流汗 保鲜膜里面还要放 厨房用餐纸巾 里面的细节就是我们重病处理的 一边照一边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三遍完 然后用保鲜膜 这样的患者 如果你一开始在外地遇到 他已经很喘了 你也没有眼红外线 也没有电热器 立刻用我们的工具 也就是手 去按推他的脊椎两侧 上背部 一按完 他立刻就可以缓解 那这时候赶紧教他一些方法 回去要用电热器 那只要有温敷又有按推 很多命危的情况下 立刻就可以缓解了 这样做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扎 那保鲜膜包扎如果还不够 还可以再用红豆袋 温敷 或是眼红外线再照射 这样就随时就可以补充热油 等呼吸解决了 再来进一步 再观察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症状 比如如果他还有头痛 或是喉咙痛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开始浆粉喷鼻 按推头部原始点 这外面类似的都有 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用最优质的姜粉注入进去 我们打开以后呢 有这么个轴 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姜粉的量呢 大概只有达到四分之一 在这里 为什么只能这么多呢 因为这个管子装进去以后 如果量太多 整个管子都是姜粉 喷出来出姜粉量太多 患者会受不了 那喷的时候呢 打开 不要用力挤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已经很刺激了 那么喷了以后会有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呢 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恐惧的感觉 这个不用担心 比如说这个热直接冲到脑门 会影响到眼睛 眼睛会反映很多很多的泪水 鼻子呢会有通畅的感觉 喉咙呢也不会那么卡卡的 我们的胸部肺部喷了以后 会突然的压缩 然后突然释放 整个上呼吸道 包括我们的气孔 都很舒畅 这个呢就是按照张医师都讲的 热源直拉患处 那记得喷鼻的时候患者如果很虚的时候 那个量不宜太大 喷鼻的时候要叫患者避气 避气喷进去的时候 刚开始不要用鼻子 我怕很多患者会呛到 先用嘴巴呼吸 呼吸个一两分钟 鼻子已经适应了那个鼻腔里面的姜粉 自然它已经附着在上面了 就不容易呛到 这时候你慢慢就可以恢复呼吸了 整个情况症状也可以改善 那记得头部原始点一定要按 好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们紧接着第一点这一点下来 好 这是第二点 好 第三点这一点 也是直接顶进去 好 那这样 一样用前头 好像钟摆来回均匀的 好 这里 然后我这样握着 然后手这样放 好 那直接顶进去 然后就开始 好 这样 有看到了吗 顶进去 有没有 这个刚刚我们示范的 顽骨 再来前头发 那我们再来就是主要的手肘 手肘就是这样 如果来回 当然如果这样 上面这三点这样上下 照我们原来的 这因为坐姿这样蛮好按推的 这个方面甚至比趴着 还感觉好做一点 好 那接下来就要注意了 接下来它一定就是 你要取一个自己的姿势 然后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身体一定是靠过去 而不是用这样 这样硬邦邦的 要把按推那是没用 身体靠过去 然后也是很软的 你看大家 好 那我这样就可以按推了 手肘就这样 然后身体往前顶进去 然后就可以 这样 好 然后顶进去 身体一定要蹲下来 这样才能够垂直的顶进去 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好 在床沿的旁边 你就可以这样顶进去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可以顶进去 我们也可以用前头法 好 比如我做给大家看 好 这时候前头法也可以用 当然偶尔我还是会用顽骨 这个 这个也因为它 这个很方便 顽骨任何一个动作 好像都可以尝试着这样做 我们说有热人则生嘛 无热人则亡嘛 热源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被吸收 那我们整个身体的运作 就可以恢复 那这样在急救 可以救很多人 我的建议 如果周遭朋友 遇到这种紧急困难 不用担心 这里都没有什么侵入性 脊椎旁开一直宽 你也可以用顽骨 也可以用拇指指腹 稍微按 甚至力道大一点 也可以用到手肘 那就是看患者能否承受 按了它缓解了 立刻用电热器温敷 还有配合姜粉泥 没有姜粉泥就直接用电热器 光这样上对部你解决了 它就可以稳定下来 那其余的头部 再帮他按一按 然后也是这样温敷 我相信很多情况都能够立刻反转 重回健康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要交代患者 避免含粮 包括吃的 那如果各地方遇到这样而不会做的 没关系就打到各地方的负责点 去请教他们 比如欧美国家或是美加地区 可以找像美国基金会啊 包括大陆也有一些公告点 我相信紧急的情况下 如果需要姜粉 他们也可以帮忙记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8.原始点 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 狭义是指原始点位置 就狭义而言 原始点的一条脊椎与七处 位于身体一系列固定部位 各涵盖特定范围 共同作用于全身 在这些部位经按推找到的压痛点 称为原始痛点 按推原始痛点之所以有助于解除症状 固然与压痛点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 及致病的大开关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原始点大多紧邻 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旁 有利于传导 且距离患处很近 可使疗效更为显著 故原始点既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是致病的总开关 也因如此 通过一条脊椎及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 配合热源温支 即可在其影响范围内 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以达到致已病或致未病的目的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已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其中按推属医疗 热源属保健 分辨体伤位置则属诊断 由此可见 原始点之实践 不仅已具备诊断与治疗的实质 还可使诊疗融合尾医一步到位 所以就广义而言 原始点是指一门医学 今天的主要要来介绍我们的原始点 那原始点的研发大家都知道了 过去都有谈到 就是从患者身上 这样不断地找开关 这样前后花了五年才找出来 那原始点 一开始是指位置 但在应用上 它越来越广泛 发现它不但可以节症 然后配合热源 很多病就可以改 甚至一些疑难杂症也可以解决 然后到最后发现按推 可以看有效无效 来加以分辨体伤位置 到底是属于他处还是患处 所以原始点进一步又发展到诊断来 而且最后又跟诊断跟治疗合在一起 那因为它有诊断功能 所以我们自未病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 比如一条脊椎七处 如果你担心你将来老人痴呆 或脑中风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头部的位置 找出压痛点 也就是在总开关 我们的总开关 找出压痛点是大开关 找出来之后 你再把这个体伤解决了 那这个就可以达到自未病 所以原始点它是这样慢慢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来看原文 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 狭义就是指原始点位置 那一开始是当然就是从位置开始找 为了找一条脊椎七处 确实花了很多功夫 那也是因为找出来之后 发现原来全身的开关虽然很多 但真正能够涵盖全身范围的 其实一条脊椎 及七处就可以了 而每一处 它涵盖范围都有固定 那也是因为这样 那全身就可以分成一条脊椎七处来管理它 那在这些位置上 你只要找出特别的压痛点 我们就称为原始痛点 好 我们看下面 那我们来讲原理它在应用上 按推原始痛点 为什么会这么有效呢 可以解除症状 当然跟压痛点有关 压痛点我们后面会讲 像孙思苗也有阿思线 那个原理是相同 那压痛点在诊断与治疗也有提到 它是代表体伤位置 这个很重要 如果它是在一条脊椎及七处 那这个叫做他处体伤 那如果压痛点 是在患处周围找到的压痛点 我们称为患处痛点 是属于小开关 所以它是体伤的位置 代表你在一条脊椎七处 叫他处体伤 在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患处体伤 又称小开关 那很明显的压痛点 很显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关 也代表是疾病的体伤位置 好那在压痛点 孙思苗也有阿氏蟹啊 那压痛点跟阿氏蟹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最大的不一样是 这个压痛点是在原始点位置找到的 特别有效 也就是这个才能称为大开关 离开了原始点之外 就不叫大开关 很显然 这个压痛点之所以会变成为大开关 而这么有效 是因为它位置在原始点 好那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来看 所以下面这一句话就是 但更重要的是原始点 那原始点为什么会在它的位置上 找出来的会特别有效呢 因为原始点 大多紧凝其涵盖范围上方的补兰 这一句怎么解释呢 比如说我们手指头 那往上找就是手背 原始点总开关就是在原始点里 原始点再找到压痛点 那这个就更有效 好那我们手指头往上找就是手背 那同样手背到手肘往上找 刚好它的总开关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手肘的部位 那很明显这样找 我们就很快可以找到我们要 而且不用记 那因为它跟患处很接近 它就是你在这个范围的上方就可以找得到 记好记 然后又可以解释它为什么那么有效 有利于传导 它都是在上面找 那按了它就可以由上往下传导下来 所以才会有这么对症状有帮助 而且它距离患处又很近 几乎是涵盖范围的上方 所以因为距离近 可使疗效更为显著 所以原始点可以说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可说是致病的总开关 好那很显然的 原始点是总开关 那在总开关找出来的压痛点 就是我们要的大开关 那就更精细 那这样它的治疗范围 效果就更好 好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这里就结论上面的 也因为这样 我们通过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压痛点按推 然后配合热源温支 这个在原始点诊断与治疗都有讲 原始点的按推一定要配合热源 因为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同样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伤 所以在处理上 按推解除体伤 还要配合热源温支 效果才会加速 那这样配合之后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 它有固定的影响范围 在它影响范围内 就可以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 如果有疾病的话 就可以使疾病消灭一瞬间 那如果没有疾病呢 你从 那个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的压痛点按推 一样把这个体伤解决了 也可以使疾病消灭于无形 这样说来 不管有病无病 它都能治疗 然后达到治疑病 及治未病的目的 当然治疑病 我们包括阿四蟹 或经过蟹味 这些都有办法 但是他们能不能治未病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治未病还是原始点的一个 很大的特色 然后另外就是下面讲 它还带有诊断 我们再来看下面 而且在治疗按推的过程中 又可分辨乙病或未病的体伤位置 因为我们按推有效 那这个按推的地方 那个压痛点 就知道它是踏出体伤 那按推没有效就知道 这个不是他处体伤 它疾病一定是在患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诊断出 到底要从他处或患处下手 达到诊断的目的 所以它这样看来 按推本身是医疗 然后热源是保健 再加上分辨体伤位置 是属诊断 那我们知道 医学一定要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要包括医疗与保健 那从这里来看 实际上原始点光按推 它就有医疗功效 还有辨体伤位置也有诊断 如果再能配合热源 那医疗跟保健又结合在一起 那它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医学的架构 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这里就在谈这些 我刚刚解释的 那这么来讲 它原始点的应用就慢慢 也是因为由这样开始找位置 到最后发展成治疗 到最后又进一步发展成诊断 所以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医学的 所有的要素 所以就广义而言 我们可以说原始点 就是指一门医学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解释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 就结构而言 身体是由各种组织 器官组合而成 组织包括肌肉 肌腱 韧带 筋 血管 血液 神经 骨头等等 器官包括 心 肝 脾 肺 肾 小肠 胆 胃 大肠 膀胀 胀 脂肛 乳房 眼 耳 鼻脑 等等 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的运作 相辅相成 在热能的推动 即空气 食物 水等 重源的辅助下 共同维持着这个生命体 当这种相互移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受到伤身治病之源的破坏 就会造成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导致疾病症状 这一段我们从结构而言 就是从西医的解剥学 也可以这么说 身体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组合而成 什么是属于组织呢 这是都照西医的解说 这个就不再解释 那器官这里也多 也有罗列很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看下一段 那所有这些组织器官的运作 它彼此是相辅相成 单一的组织不可能自己运作 一定要还有器官 同样器官 比如心肝脾肺肾 他彼此之间也都要互相帮忙 也不可能说独自就能运作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是在这种 相辅相成的情况下 然后光这些组织器官运作 背后还要有一个动力去推动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热能 简单讲 组织器官如果像一般的设备 他要这些设备要运作 后面一定要有插电 要有电力 那热能就是电力 那组织器官就是这些设备 那有了正常的运作 还有热能还要怎么样 因为生命要维持住 还要有空气 你看他在运作 所以外面的炎也很重要 一个人当鼻子嘴巴不吸气 不吐气 那这样人憋多久 没有几分钟人就差不多了 就挂了 所以可见这个生命 也是不能 外 也就是排除这些外延 不可能的 那这些外延比如空气 还有食物 我们不吃食物 比如说早上听课 那听一听 你什么都不做 到了中午你自己肚子就饿了 身体就会反应 哎呀我热能不足了 要补充食物 还要有食物 生命才能维持下去 还有水 所以生命要维持 不只你看你自己的运作 要正常以外 还要有外延 那这些外延值的 当然空气食物水 这些都是很最基本的 也就是在这 这些这么多的重研的辅助下 然后这个生命才能够维持住 也就是简单讲 我们探导生命 一定要考虑到的 不只是我们身体本身 还要考虑到环境 所以当这种相互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受到伤生致病之炎的破坏 就会造成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导致疾病症状 我们知道 这些伤生致病之炎 也有可能来自于环境 比如像新冠病毒 这种传染 就来自于外来的环境 那如果我们不注意 一感染 身体就会受它的影响 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甚至你会严重消耗热能 那电力也不够 推动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运作 就更困难 所以很多疾病就会产生 同样你身体没有保 就是照顾好 当然也会身体也会生病 比如你平常都不运动 然后好怒 然后情绪起伏太大 然后又作息又不好 常常熬夜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当然电力就不够了 也就热能一定就不足了 那这样久而久之 身体就会产生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它有可能来自于外面 也有可能自己本身没有照顾好 就慢慢形成 那当然外来的蛮多了 也不只是病毒 有可能车祸啊 或自己不小心摔伤啊 这些都会 那简单的讲 我们能伤身致病之眼 这些会伤害我们身体 尽量能避开 尽量避开 那这样我们身体才会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那么体伤及热能不足 为何会导致疾病 究其原因 比如痛症的产生 需借由神经传导 而要维持神经的传导功能 不仅需有血液滋润 血管 肌肉 骨头等组织也要加入 即便如此 如果心脏不跳 神经仍不能传导 以此类推 还要有各种器官的参与 而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的运作 则需靠热能来推动 故身体正常运作 必无痛症 可是一旦有运作失调的体伤 或能量不足以供应 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发生 就有可能导致痛症 反观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及组织受损 不但不同于体伤及热能不足 而且还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事过而非因 正因如此 治疗疾病必须顾及全身的运作 不能只从组织器官的异常或受损下手 这一段就进一步再来探讨 那为什么体伤 也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或热能不足 也就是电力不够 去维持这些设备的正常运作 就会产生问题呢 身体也是这样 如果你有体伤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或是你热能根本不够 然后也不能维持组织器官运作 那这样都会导致疾病 那我们就来探讨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这里是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疼痛好了 那疼痛它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知道疼痛 你会感觉疼痛 一定要借由神经传导 如果你神经不能传导 你根本人都麻痹了 你怎么还会有痛症 所以你看手术 它会打麻醉剂 让你感觉迟钝 神经虽然有传导 感觉迟钝 你那个痛虽然有 但就不会那么明显 但正常的人 只要有神经维持着这样的运作 只要还在运作 那只要一失调 它就会发出讯号 痛症就是其中的一个讯号 所以痛症的产生 必须要借由神经传导 那神经它独自能传导吗 也不可能 它如果血液没有滋认到血管 神经 也就是血液没有滋认神经 它也不能发挥啊 所以还要有血液滋认 那血液呢 它要去滋认神经 血液还要有血管 要不然 血液事件到处乱跑 那你也不可能都 神经都能够滋认到 所以还要有血管肌肉 骨头的加入 骨头就是一个人体的结构 你没有骨头 你就算一团肉球 你也无法传导 所以很明显 这些组织 它是彼此相辅相成的 互相作用 那所以这些组织 都要加入才可以 那有了组织 这些彼此相辅相成 互相依存的运作关系 就能够维持吗 还不行 最后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器官的加入 我们来看看 如果心脏不跳 它能够运作吗 我常常问 就是以前讲课都会问 我问那些观听众 我说眼睛能看吗 他就说当然可以看 一般人直觉是这样 如果眼睛能看 我就说那死人也有眼睛 那为什么死人看不到 可见 眼睛你还是要有怎么样 还要有刚刚我讲的 要有神经的传导 血管的滋忍 这些 那同样的 你有了这些组织 那患者心脏不跳了 也就骤停了 那这些组织器官还能运作吗 同样也不行 所以光组织是不够的 还要有器官的加入 那心脏不跳就不行 那难道心肝脾肺肾如果不运作 心脏能够独跳吗 也不行 气官也是相互相承的关系 这样看好 各种器官也要参与 所以我们说组织跟器官 他们彼此是要互相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这个关系一定是这样 好 那有了组织跟器官 你眼睛才可以看得到 你身体的功能才可以发挥 如果没有 那这些都不行 那这些组织器官都参与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后面还要有一股动力 去推动它 也许我们说的是热能 那中医可能说的是 去血去推动 这些组织器官运作 那不管讲的虽然不一样 但都有一个共识 这些组织器官 它本身是不能自己运作 它是还要有靠一个推动力 那原始点的解释就是热能 这个热能非常重要 所以所有这些组织器官 最后要靠热能来推动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 也就是身体 如果维持正常运作 那正常运作就是 有热能去推动它 它身体组织器官也运作 都完全顺畅 也就是没有体伤 那在中医可能就是 正气也足 正气足 血也不可干 所以维持正常运作 那这样就不会生病 所以这里的结论也是这样 身体组织器官运作正常 那必无痛症 可是一旦组织器官 如果运作失调 有了体伤 或是我们身体的 能量不够 不足以 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那这样 有了这种热能不足的 情况发生 那我们就可能导致痛症 所以痛症它一定是 我们器官组织 运作失调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能量不够 不能维持正常运作 所以才会导致痛症 那如果热能完全没有 那当然都停止了 那不要说是痛症 根本就没有反应 人就可能往生了 就是死人了 好那很明显 痛症的产生 从这个 整个解剥 还有互相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疾病的产生 一定要有运作失调 运作失调又要考虑到 可能是电力不够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才说 那个痛症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当然痛症也不例外 这一点跟中医的讲法是比较一致的 中医也是说他们在讨论 像心肝脾肺肾 他们相生相克 彼此互为影响 这些中医也都有提到 不可能单独的一个丈夫 跟其他不相干的 而他能正常运作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整体观来看 中医跟原始点这一点是比较 一样的 那西医就不一样 西医他们常常说检查出来局部的 他们就认为是疾病之一 而不是用整体观来看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们来看西医检查 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 异常包括异常指数 各种异常的指数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血糖过 那个还有血脂肪过高 这一类的 那组织受损 包括肌腱断裂 脑出血 胃出血 汇疑 沾连 发炎之类 这些都属于组织受损 但是西医会用局部的 就说这个是疾病之一 显然它不是 它既非体伤也非热能不足 所以根本不是疾病之因 很显然这些检查出来是果 而且果局部的 要来谈疾病 这个是有欠缺的 我们说各种组织器官 都是负为影响 后面还要有热能 这些运作失调下 才有可能产生疾病 怎么会是单一 你照出来的一个数据 或是一个异常形态 就会产生呢 甚至这些组织受损 本身也是属果 也不会导致疾病 果不生果 前面这些都已经讲了 所以是果而非因 所以正因如此 从整体来看 治疗疾病也必须要 顾及全身的运作 而不能 只有以仪器检查 那种比较狭隘的 然后维系的 这种检查出来的 这种很维系的 来说是疾病之一 那个是不对的 而且这样常常很多疾病 就治不好 这也是目前西医 面临的困境 那这些我们前面都已经讲了 所以从整体观来讲 我认为这才符合人体 但西医越研究越细 反而走进死胡同 那这一段 我们也说 反观仪器检查出来 就已经代表仪器检查 他看不到整体 也就是见术不见灵 有这种味道 那这样对我们处理疾病 是有一点走偏了 有走偏的味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 有疾病必有体伤 原始点通过按推 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能激发体内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作用 使其所影响范围的自愈力 修复力增强 进而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所致致病症 此症与中医阿氏血疗效 显著的原理相通 并与针刺穴位 产生针感 获得疗效的原因 亦相仿佛 由于按推原始痛点的疗效 会随距离患处越远越减 直至消失 因此 致病必须按推患处 相对应 至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应就近在患处中围 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 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 修复力 如此才能弥补 按推原始痛点 直立有未代 从而达到解除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但因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难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所以 若要达到有病可保命 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寿 预防疾病 仍需结合外内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才行 我们来解释这一段 我们说有疾病 疾病是属果 那有果必有因 一定可以找到疾病之因 那疾病之因前面也有讲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你有疾病 一定可以找到体伤 也就是压痛点 那原始点通过按推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也就是在他一条脊椎脊七处的位置 找到压痛点之后 按推 那按推之后 他会刺激啊 因为压痛点一按 就是啊很痛 那很痛 我们前面就解释了 这个痛是由神经来传导 也要有血液来滋忍 所以各种组织都要参与 然后最后包括心脏 各种器官也要参与 然后也会带动热能 来推动它 热能来推动这些组织器官 这样也就是他按推影响 我们前面有讲 每一处的原始点 他都有按影响一个固定范围 那你按推下去 这个范围的运作就会加强了 所以他会使其影响范围的 致抑力跟修复力增强 那在加速运作的过程中 他就可以进一步来改善 我们组织器官运作 修复体伤来达到解除 他宿体伤所致之病症 而且这样按下去 那个解除病症是很快的 我们如果说 比如说你手腕痛 你在手肘开关找到 压痛点 那这样一按 一般都是一两分钟内 就可以把手腕改善 原始点那个速度是非常快速 在现有的医疗中 你看这样一两分钟就能解决 应该是没有这么快速的医学 医学应该我认为 很难做到一两分钟内解决 那原始点确实有这样的 如果是属他处体伤 那这也是为什么那个 孙思苗一直说压痛点 也就是阿世蟹 比十四经络的蟹位 更为有效 确实压痛点 他刺激了 整个组织器官跟热能都被带动起来 那胸污力就特别强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那这里就开始来讲 我们刚刚讲阿世蟹 阿世蟹原理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找阿世蟹 就压特别痛 因为那个痛 他就会带动各种组织器官运作嘛 然后最后热能也会被带动上来 然后加速循环 所以就能加速修复体伤 他的原理也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以这个阿世蟹 疗效显著的原理相通 那同样的 生刺蟹位 产生针感获得疗效的原因 异相仿佛 因为蟹位虽然不是阿世蟹 阿世蟹是根本不用拿针 拿针刺 你只要一压就痛 那你看 针刺 针刺哪个部位 不要说蟹位 任何扎的地方都会刺痛 所以 一般患者老实讲 我认为接受度 会比按推的接受度还要低 这也是在我之前 就是在开诊所的时候 我会 针刺 也会帮人家按推 我常常问患者 你喜欢按推还是喜欢针刺 大部分的患者 绝大部分都喜欢按推 而不喜欢针 哪一个人喜欢针刺 去刺你的肉 想也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的医学 针刺蟹位 它其实原理 为什么要针到让你痛 就是针刺蟹位 产生针感 针什么叫针感 就是 酸麻脏痛 这些都是属于针感 如果你扎下去 然后软绵绵的像豆腐 患者也没什么感觉 那这个就没有针感 没有针感就没有疗效 这样说来 原来针刺就是要有产生 这些酸麻脏的一些感觉 才有效 那不就是跟阿斯蟹的原理是一样 阿斯蟹是真正找到压了就会痛 但蟹位因为它没有压阿斯蟹 所以只好借针 然后来靠一些 比如说提针 提擦 有时候把针提起来 又擦进去 提擦 还有靠粘转 来产生这些刺激跟针感 然后来达到有效 所以这样现在来看 中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为什么要有一些针刺的手法 就是增加刺激感 但不要太迷信说 有什么手法 有什么偷天良 烧三国 这一类的 倒也不必想太多 他只是一个刺激 刺激了之后 那个我们组织器官 就会加速运作 那我想拍打的原理也是一样 拍打的原理也是 产生一些痛 然后让循环 局部的循环加速 但这些同样的都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医疗与保健讲的 你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疾病之一 乱差也不行的 甚至身体虚的 你真是穴位有时候也会晕增 有些人体力比较虚的 就会倒下去 那同样拍打 你如果不懂方法 然后再换处 就拍打 我们说有时候眼睛痛 你拍打眼睛 甚至你拍打到成熊猫眼 你的眼睛痛还是好不了 所以都是一样要找到疾病之因 重点是在这样才有效 所以阿世蟹 孙思藐视 在患处避开患处往上找到 压下去就会特别痛的 这个就有效 那中医因为蟹位已经固定 他不用确定阿世蟹 所以他只好拿针怎么样 来靠针法提差连转 来达到针感 酸脏麻 这些感觉出来 拿来获得疗效 那这个原理 其实现在来看 都是相通或是相类似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这样了解了之后 那按针原始痛点当然比阿世蟹 我前面已经讲 一定会更有效 理由很简单 压痛点就是阿世蟹 然后压痛点又刚好是在总开关 也就是疾病起源处的总开关 那当然就更有效 好 那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进一步来讲 这个压痛点 如果随着距离患处越远越减 就会越来越弱 然后子质消失 到最后疗效都没有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手指马 那应该按手背 结果你按到手肘 虽然手肘开关按下去 手指马也会有效 但效果就不如手背部 的开关有效 那如果你又按到肩部原始点 对手马有没有效 有些还是有效 他会作用到手肘 又作用到手背部 而达到手指 还是有一点点效 但你如果再往上 找头部原始点 你再按 可能手指马就改善不了 可见 那个压痛点如果离开患处越远 它疗效就会越减 那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按推原始痛点 无效就属患处体伤 反而要去患处周围 更近的地方找压痛点来解决 那就这个道理就不言可疑了 但记得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 是属小开关 我们看下面 它是不能独立存在 它一定要是大开关按推之后 没有效果它才可以使用 所以简单的讲 它就是可以提升局部的 致意力修复力 来加强原始痛点的力有未断 如此而已啊 这样才能达到解决疾病 好 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原始点事实上比 阿四穴已经更进步 为什么 因为阿四穴 它也没有 是在他处 跟患处的概念 也就是 阿四穴如果是在 我们的原始点位置找到 那显然这个 阿四穴 它作用的范围就蛮明显的 但如果是在患处周围 找到的小开关 那它作用只有解决患处而已 那在原始点找到的 它可以影响的是立体式 成片区的 这个是不可同日而异的 但很明显 阿四穴没有谈到那么深入 这也是原始点 慢慢一路这样研发出来 才可以研发到 原来身体的阿四穴 其实是很多的 也不是这么难找 但它都有固定位置 比如我说手指麻 你可能在手背部 手背部一定有压痛点 在手肘你也可能找得到 在肩部也可能找得到 很奇怪 有些但只要你找到 就对手指麻会有一点点像 但离开越远就越少 那可以想见阿四穴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好像很多地方都很难找 事实上它还有分 大开关跟小开关 阿光阿四穴就有这样分 但我相信孙思苗在那个年代 是不可能想象到 这也是为什么原始痛点 最后可以发展到 诊断跟治疗合而为一 按推的过程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可以变体伤位置的理由 那深刺穴位就在孙思苗 因为他的比较中就觉得又比阿四穴的效果更差 因为他不是去找压痛点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压痛点 他是体伤的位置 也就是他真正是疾病的起源处 如果与原始痛点来看 疾病的起源处 如果你一般 你就把穴位固定 而且穴位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人眼睛痛他会扎手 他手跟眼睛差那么远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眼睛痛 我们是按推头部原始点 绝对不会去扎手 也不会去扎脚 手脚都这么远 但中医会 那为什么还会有效 因为他还是会传导 但是他传导过来 已经力量减弱 所以他必须要靠 针刺穴位提差连 连转来刺激增感 来获得疗效 这样才可以提升 但毕竟不管怎么样来 用这些手法 我认为还是不如再就近按 所以中医来看 经络穴位确实 那个观念没有像阿世穴那么放心 那如果大家又不知道 好像一个病远处也可以扎 近处也可以扎 但你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中医可能还要 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那这里我就稍微点到而已 那在后面我们会有讲 下一堂会讲到 经过穴位阿世穴 还有原始痛点 这三者的比较 那这个就会讲得更清楚 今天我就暂时点到为止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按推我们知道都是属于医疗 那原始点按推原始痛点 如果没有立即改善的话 那就要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 但不管你是原始痛点或患处痛点 你都不可能靠按推来改善热能不足 这个是达不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热源 那热能改善了 你体力才会增强 所以这样才能够达到 有病可保命及疗医疾病 无病可抗扰征受 预防疾病 我们以前讲课 我们就放了 像附水好了 附水 你即便按推原始痛点 你再怎么按 他热能不足会改善吗 不可能 而且甚至还会消耗热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温敷 温敷完才按推 这一部分一定要记得 像附水 一定要先温敷 然后温敷 按推完 你要再涂姜本梨也可以 或是涂完姜本梨再按推也可以 但温敷这个动作一定要先做 他也有我们重病处理就是一边照远头外线 或是电热器一边涂姜本 然后涂完三遍之后再按推 按推完再用保鲜膜包 这样也可以 反正重病一定是先热源为主就是了 然后再配合按推 可见你光只有按推 你不能改善热能不足 那怎么能够保命 像这种已经命违的 你是不可能做到 所以这一点 在做原始点特别强调 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始点 它的按推跟外面热源 是不可能分开的 常常是结合在一起 那也因为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有病就可以 即便是比较危急的病 你都可以经过这样的处理 让患者立刻改善 起码像命违的 我相信像这种命违附水 已经这么脏了 它跑中医 中医真的能够让它立刻改善吗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然后一下子让它处理完之后 让它减轻三四层 哪一家中医诊所可以做到 或中医医院可以做到 我看是很难 我自己当过中医师我也知道 好 不要说中医 像这么腹水已经很严重了 它去吸医 真的能够搞一两个小时 让它输入三四层 而且完全是让它 就是完全没有破坏性 伤害性 然后让它自己身体感觉很舒服的 而且我说过了 第一天我处理完之后 他回来跟我讲 前两三天都还蛮舒服的 我处理完 那个舒服度都还可以持续到 两三天 这真的已经算很不容易 但这些是靠按推做来的吗 肯定不是 所以这也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更值得推荐了 所以这里就讲 为什么原始点更值得推荐 因为原始点 按推跟外内热炎 是完全结合的 而且还有其他保健方法 其他保健方法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在日常生活中 还要配合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这几项原始点非常重视 那这些配合了 外内热炎 当然热炎也牵扯到饮食种种 怎么保暖这些 如果都能做到 然后患者也能够配合 即便命为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 只是要很努力就是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我看时间也快到了 那我们就提早下课 因为下一堂 就还要讲三者的比较 就是经络穴位 原始痛点 还有阿世穴 这三者的比较 那我们就留待 下一堂再谈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 谢谢老师 好 各位再见了